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非常美观 我这边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我跟你说这人生当中就需要有一些情投意合的好朋友 所以今天请来的都是我的老朋友 是名副其实的老友记 蓝姐 听说来的这几位闺蜜都不是沈游的灯对吧 别让他们知道 但是我可以给你教个点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二 二 对 就是说他们不是斤斤俱脚的那种人 还是比较自然大方的 所以你可以放松一点 你先去看看冰箱里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好嘞 哇 蓝姐 全齐了 太棒了 来了 我去开门 有请 欢迎光临 你们这样怎么有个男的 你好 柯兰 演员 缤纷多彩的跨界女强人 你好 你好 演衣 演员 专注于自己事业的随性女子 先拥抱一下 秋薇 作家 会填词作曲 会写好文字的才女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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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洋 时尚大厨 擅长把美食做出幸福感 哎呀 来就来吧 还送什么礼呀 来来来 给我给我 来来来 先来坐下 还挺好客的 怎么样 我们这生活馆还不错吧 是是是 你们几个先说说最近的近况吧 我知道严妮和柯兰都是从戏上赶过来的 是吧 是的 严妮最近演什么戏啊 我在拍一个电影 是喜剧啊还是悲剧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他这定位是个什么 什么 演完了不知道演的是什么 嗯 对 他叫人魔狗 也就是叫 现在改名了叫 哎呀 我这脑子啊 忘了 这特别符合演员的 我想起来了叫开怼 听着像是一个那个现代剧啊 讲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 那你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我其实就演一个人的妻子这样的 就是夫妻两个人呢 家里面遇到了一些事情 突发事件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戏 所以是个喜剧吗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定位的是什么戏 哎呦我太服你了 啊 陈怀你看我刚才跟你说的对吧 嗯 这就是有点迷糊的 对对对别告他们 挺二的 柯兰呢特别逗啊 他过去老讽刺我 他老叫我班长班长的 其实后来他演的角色一个比一个正 从这个革命先行者啊 到乡村女教师 到人民检察官 但是关键是我想听听你对这个电视剧 天津一九二八这个导演有什么评价 我是想不到他真能行 因为他原来是个演员 我没想到他真的能当导演 而且 我一直特别佩服他的任性 他就是痛风 然后进医院进了五次 打完激素 只疼之后每天还在现场 每天在现场十四个小时 你有没有花花的落泪啊什么的 我为什么落泪 那你要心疼啊 我落泪的是片酬都搁进投资里了 邱威最近对主持人的工作也已经荒疏过久 主要是一门心思又在写小说了 最近要出这本书叫什么类的 叫《几乎爱人》 几乎爱人 你说这几乎是形容爱人 这爱到底是个动词 还是爱人是个名词 这几乎到底是形容谁的 我们的语言真是实在是 这几乎快成为了爱人 各种理解都行啊 所以这几乎爱人是写什么 一个凄惨的爱情故事吗 三个凄惨的故事 她在上海特地租了一个房子 在老弄堂里面 离张爱玲原来的旧居不太远 在那凹造型 特地在买书桌 书桌要看到外面的那个窗下面 有各种烟火器 在那写的 对 然后还有掉两滴 清泪自己清新的抹去 我自己没那么入戏 但是我写的那些角色都是这一番 对 所以她有自己特定的那一个场 你知道吧 严妮刚才还没有见邱薇之前 就我说我一个女朋友 言情女作家 言情我喜欢 对 其实这个里边我觉得严妮是最那种穷摇范的 对 门艺 你去看那种言情小说就是特别会落泪的那种是吧 触境生情 想到了自己的际遇那样的 我喜欢那种跌宕起伏的 大起大落的 大起大落 男姐我有个提议 咱们边喝边聊 对 没错 这样可以抚慰一下她们受伤的心灵 对 让三位美丽的姐姐每人挑一杯 挑之前我得先跟三位讲一下 您挑的这杯很有可能跟你自己的性格是匹配的 她有自己的温度自己的性格 西安姑娘 来你先挑 里面有一杯特别向往爱情 好 那我选它 来秋小杯 来个带盐边的 我也要带盐边的 好 我挑一杯这个 橙子的味道 我也挑了 真是 这杯我还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来 欢迎大家来到生活馆 先明一下后 看看跟你选的那个初衷是否一致 刚才我说了 其中只有一杯是向往爱情的 是严妮姐挑的 是严妮姐挑的 这杯叫做红粉佳人 跟严妮姐现在的美艳的程度是一样一样的 红粉佳人 我离得记忆她脸红了 我特别要说一下 红粉佳人是少女 向往爱情 这少女是指你的心态和状态 所以严妮姐第一眼就挑中了这杯 说明严妮姐现在依然保持一个少女心 少女心态 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我觉得特别好喝 是吧 就是比较甜一点的口味 是不是 它不是特别甜 而且还很有内涵的那种感觉 同时红粉佳人是一个很浪漫的颜色 所以她骨子里是带着一丝浪漫的 她绝对她特别浪漫 基本上就是受多少次伤 还奋不顾身的那种 对 飞蛾扑火形呢 是 这个娘们很有劲 赶紧说说秋威和柯兰都选了这玛丽妮 你看她这个杯上有一抹盐 然后边上还有一颗柠檬 其实它是两层异味 那颗柠檬呢 是代表着 对自己爱人的一种酸涩的一种思念 哎呦 而她这个柠檬边上的这个盐呢 是代表对爱人的一颗泪滴 比较练旧 会回忆过去 回忆那个曾经让她放不下的那个人 我根本不是这样 这个太不是我了 他们就比较熟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连上院是谁我都忘了 哎呦 别说是发生过什么事了 我是彻底可以忘记 特别没心没肝的 过去就让她过去吧 不是我的脑容量比较小 我记不了这么多事 我忘性特别大 像我们柯兰早就进化到一个境界了 我以为是二到一个境界了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任何事情都是有正面的和反面的 我们都是正面的 对 所以她呢 她可以喝到这些什么苦涩的 有一点咸味 有点酸味的东西 但是她都化成了一行热泪 就是还是迎接新生活的那种 我都没有热泪 好像没有 没有热泪 对 她热 对 我热 但是不累 我把热泪都留在演戏上 或者是看一个好的片子 看一本好的书 我之所以选择她是因为 这些所有的我都喝过 我喜欢她是因为她丰富有趣 我觉得邱一姐应该就是我刚才的第一种解释 比较练旧 她完全在练旧的环境里面和氛围里面才能写书 我选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她看起来特别简单 感觉她一定是很强烈的 我在四十岁以后特别喜欢就是既单纯又热烈的东西 你弄了半天最爱的是我 那为你们干杯 干杯 来干杯 为我们心中的少年 傅杨选的这杯 你看这个颜色和热情 就代表她内心一定是火热的 对 她诚心跟火打交道 对 是 身体也是火热的 对 我觉得这杯 其实还真代表我的性格 那么从做厨师到美食设计师 到今天 我觉得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可以教课的一个承认导师 就是想传递一个健康的理念 当然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所以一路走到今天 也胖了很多 对 我做正 我认识您的时候 你就这样 谢谢 谢谢 我这个喝的叫什么 这杯叫鞭车 咱们北京人说叫胯子 蓝姐选的这杯 她的性格里面带着一种冲劲 不被束缚 对 她喜欢在某个场景没有被人看到的时候 喜欢骑着胯子 陈欢你终于了解我了 你暴露了班长 对 对 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侧面 为有趣的人生来干一杯 干杯 干杯 咱们得喝一大口 有本事你干了 有本事你干了 你干了我就干了 我的天啊 再给满上 我的这几位姐妹呢 她们每每就让我出乎我的预料 最近我就被严妮惊着了 对吧 全国人民都惊着了 都惊着了 惊呆了 看一下她的这个进化史 这张婴儿肥的是什么时候的 我拍《大沙暴》的时候 差不多 九十年或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对 您待在这个荒漠沙滩上有什么感受呢 肯定在想 没有人比我美 因为没有人 不是 没有 那个时候肯定没有那种想法 对 颜妮不是像普通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 它里面有一股就是像男孩一样 他没有那么在乎烂七八糟这些 就是你说那个没有人比我美 他小时候没这儿智商 没有 是吧 因为我实在是不美 我从来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从来都没有 太美了 真的太美了 真的因为我不美 他们把我叫颜大美 你知道吗 这样是为了让我自己更美一点 我发现这个叫人的气场很重要 真的我不骗你 颜大美 他们叫了我好多年 颜大美 我记得您还说过一段就是说 当别人说你美的时候 你就赶紧就认定 你说的真对 对对对 然后就给自己反复地增强这种正面的认知 你知道吧 就我就是很美 然后人真的就会变美的 你们也夸夸我吧 这个特别重要 有一阵子 我们有几个人就是包括他 然后呢就是早上醒了以后 但你为什么不说我美呢 你特别美 你也美 你特别美 然后有一阵子每天早上醒了之后 我们这几个人都是 然后就是脸都没洗 看见镜子对镜子说好 对 是真的 是因为有一年 我跟你说这种自我暗示 绝对特别管用 真的 有一年我们是在过年的时候 就是发誓 只要看到镜子 就冲着镜子数大窩鸽 好 好 然后就不带着早上就是吃着服务各种的 就在电梯里在各种地方走过那个商场 好 再看下一张 哎呀 哎呀 短发的你 哎呀 精神的 几几年的 赶紧说了 我那时候也是刷绿期了 我那一年拍了人间正道 08年 这是人间正道 这是人间正道的时候了吗 赶紧快说说 他怎么集中热情了 有什么汇报 要是焦的跑 蹬闪 就想你怎么也不能靠 你怎么样 什么 你打我干什么 你美波的呀 就你吞不住气 在那个时候是 从那个主持人转到演员的时候 像我们过去曾经共识过的朋友 都特别不理解 其实因为我觉得做主持人和做演员 别别别别 咱俩没有共识 我是看你那电视长大的 我们都是 好吧我错了 其实真的我们俩还真的是共识过一段时间 在凤凰的时候 但是后来他就对主持人的工作特别漫不经心 还经常那个把嘉宾亮着呀 或者是怼人家什么的 后来我们就想这种人还是趁早去其他的队伍吧 我说你说你为什么要做演员 因为我漂亮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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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向那个颜大美学习 你们以后都要叫我柯大美 但是演员我觉得是要 就是完全要投入一个角色 就是不能老那么理性思维 但是实际上柯兰挺理性的 我觉得我可能占了一点点便宜 就是我原来有主持人的训练 我是在感性当中 我有一个眼睛一直在看自己 然后吧我就觉得 你们做演员好像都特别感性 哭完了以后还在哭 他只要一叫停 我一想没钱收了 我立刻就收了 对 其实我很喜欢想 他就愿意把这事说得通俗接地气一点 实际上他说的是职业精神 难道非要说这事我要去挣钱 不过那也是我自己的价值 对就是要有这个价值 其实这些演戏最终是感性到理性 理性去控制感性 那是最挺还是挺高级的一点 挺高级 所以他这种人也可以当演员是吧 超过这儿吧 我觉得他把它一些就是 其实用过功的地儿吧 给说的好像就一笔带过了 对 我认为所有的游刃有余 一定是经过非常坚实的练习 而且克兰有点我非常佩服 就是他要开始工作的时候 而且他会自动造成一个场 因为有一天好像也不知道怎么 他说我现在要开始看剧本了 然后他就脸上忽然之间没表情了 我们就 而且我们从他们家离开的时候 是倒着出去的 我把门眼上 因为他要开始看剧本 就一秒钟可以进入那个状态 对 我是那种非常拉得下脸 非常不在乎什么朋友 什么我要拉脸的时候就是拉脸 对 主要我们要听严妮说她第二张照片 这个太著名了 童掌柜 这是在2004年拍的 这么清楚 但是其实那时候严妮特别不容易 因为她刚经历情感的低谷 婚姻都出现了这个状况 但是她一方面在经历着人生的悲剧 我怎么老笑真不好意思 你把我的内心 你把我的内心 但是她又在演一个大喜剧 所以你就 你看她也笑 你看 现在她高兴吧 就叫悲喜交加 悲喜交加 对 我叫她为啥做那快楼了 真的真的 那时候是什么 就是是不是白天笑完了晚上 闷着被子哭一顿那种 因为那个戏拍了半年 将近六个月 那个时间 我感觉还是很煎熬的 然后上季有一天就大喊说 严妮你不就离了个婚吗 你至于吗 你这个老了十岁什么 就意思是就是说你至于 就是一下状态变成这样 其实那个时候 还是有一个心境的变化 没如没如告诉我 他们到底有什么 当然是你 这还要问吗 不要慌不要怕 自信的女人最美丽 我需要你把所有的自信 调动起来 大声地告诉全世界 你才是最美的 但是其实现在回头看 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你说是吧 但是你必须要经历那个过不去 你才能过去 所以其实要遇到 特别过不去的事 我觉得就是要跟朋友在一起 这特别深沉 生活启示录 对 那部戏王立平老师找我 然后他就说 然后演一个这样的一个 姐弟恋的一种情感 然后呢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经历过 这样的一次情感 我说好呀 如果我有这样的经历 可能我也愿意去表达 这样的一种东西 嗯 后来又跟胡哥认识 哈 在跟他认识的过程中 我觉得大家聊的东西啊 或者是什么 还真的是很开心的 孩子 做个这个表情 孩子 真乖 别忘了 你现在还离家出走呢 我连你爸妈都没见过 你爸妈也没见过我 我还离过一次婚 现在还要再婚 我还比你大 哎 反正千头万绪 我心里不踏实 你知道吗 其实大家社会上都会说啊 这个姐弟恋如何如何 你怎么看待呢 其实我 我觉得我当时的那个 那个男朋友 他跟胡哥也是同班同学嘛 因为我 我还是从内心很崇拜他的 他真正引领了我很多年 嗯 所以我到现在我也很 很那个什么他 很感激他的 而且就是那种 哪怕不能够在一起 都是念着人家的好 我觉得其实这样 让别人和让自己 都会过得更好 没从好 是吧 严谊姐我敬你 真的 我也敬你 我也敬你 我们归心中的大实话 真的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世俗会比较看重什么年龄啊 或者什么 所谓身价啊 这个方面外在的一些条件的反差或者是不同 其实只有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人才会看重 就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啊 和这种精神的契合度是吧 对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能需要的更是这样的 这种才能真正带给你快乐吧 这才是真正的有趣 有趣 好 接下来一张照片绝对有趣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年龄一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趣 你看这多是好 这也太美了吧 太棒了 这个就多酷啊 然后特别不拎那种的 特别好 侧颜商 对 这张照片拍的时候什么感觉 我也是西北人 西北人其实身上还是有他比较 粗犷那一面 对 对 其实我前段时间跟生活启示录 果敬林老师她在聊天 她说其实严妮 你是让最有的一种东西叫李然 所以这张照片其实就表现了我李然的那一方面 我知道这个严妮是那种对感情特别执着的 就是她特别渴望有一段好的情感 就是我还敢去追求吗 勇敢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跟年龄大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记得郭老师还写了四个兄弟嘛 他说我总 我总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一直想知道我哪和别人不一样 我好知道我该往哪走 我现在我 其实我明白了 不管成功与失败 不管前面是什么 我只想往前走 穿过喜怒哀乐 穿过爱恨情仇 穿过一切 去看看大海上的春天和那盛开的花 好美 美与青年 我觉得这个一首歌词都可以写出来了 真棒 真是因为她给我发的这个片尾 我当时真的我非常感慨 我为这句话我可以哭了 我说其实这就是我的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大海上没有春天也没有那个 没有鲜花 对 但是其实就是我只想往前走 对吧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就往前走就行了 就是不管成功失败不管什么 对吧 就是说她这个人身上的这种东西是我所想代表的 也就是这个感觉的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 越是我们在那个青春年少的时候 越容易被外界的评价绑架 别人喜欢我了 别人不喜欢我了 这个男孩子爱我了 这个男孩子嫌弃我了 都让我们对自己就是没有信心 但是我觉得当你经历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些事情都不会影响到 你是谁 对 和你想成为谁 我觉得如果有谁跟我能够恰巧一路同行 那是我的幸运 如果恰巧没有 我也有足够的勇气独自往前走一段路 我觉得这特别棒 严妮儿真的为你感到高兴 很好 现在该那个柯兰老大了 这是我跟杨兰一起 我拍了一个纪录片 然后也非常感谢杨兰和她的那个基金会一直在帮我们 但是你知道这个柯兰吧 她也有一些健身方面的一些困难 对冰淇淋蜕变我是家族性的脊椎病 那你是不能久坐吗 我可以冥想 平时在家运动吗 会有一些健身之类的 我特别不喜欢运动 我是一个原来体育课都全免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运动就是睡觉 但是我听说你还是做一些瑜伽的是吧 我有的时候就跟上瑜伽课 然后人家说热身瑜伽热瑜伽 就说你如果真的坚持不下去 你就是往那一躺 就没了 没了 一碰撒就在那睡觉 然后旁边人就听到打呼噜的声音 真睡少了 但是你如果是这么安静的人 你怎么把身材保持这么好呢 别人会问 我尽量的思想斗争 就靠思想来消耗能量 你还要做过一些什么平板支撑什么的 平板支撑 大家比比 有 大管家数码物 咱们有这个 有垫子 来 你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好 稍等 再调整一下 俯视呼吸 然后 陈华 你看我这些闺蜜们最后 结束 结束了 裕云哥 然后怎么样 我们是看时间吧 还是怎么着 首先拼持久 第二看时间 怎么着 那陈华 陈华在旁边算时间 准备 好 来 3 2 1 开始 他露出了那个必杀的眼神 太可怕了 好 你不要秒杀我 我会觉得 露出的是必输的眼神 你要是坚持不下去 就早点人输得了 我可以的 给你车 现在蓝姐是非常标准的 水平的 你说哪个蓝姐 两个蓝 可蓝姐 你的臀部稍微翘的高了一点 长得好 一分半了 遇到对手了 要不然你在旁边陪着 好累 主要克兰今天是来踢馆的 要分还是五 我不行了 相间和太极 你们加油 加油 你们加油 你说我们做个课容易吗 这个是奔三分钟去的 没有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两分五十秒 我快不行了 克兰姐 别伤了和姐 大家 真的 大家伤了多多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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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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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这儿有一段视频 比这劲爆多了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来来来 厉害 厉害 这是严妮和他女儿叫袁青是吧 对 在看不出来谁是谁呀 姐俩 这 Luel Luel 慢慢慢慢我会红了 红的伤动后悔 我发誓要做老大 慢慢的学着做老大 在这些做老大 人都要做老大 所以我说这要快成精了吧 真是 真的 完全结俩 你太厉害 他女儿美极了 太有特点了 对 袁青也进入演艺界 也演了好几部戏了 什么秘果 对 他演了两部戏 你看这女儿长大成人 然后你们俩一块跳着嘻哈 就是freestyle的时候 什么感觉 因为我也经常跟我女儿 还有我女儿的朋友在一块 然后那天他们就在车上 他俩在唱 他跟他的女朋友在唱 我回到家里 我说袁青 你能不能把那首歌发给我 我觉得那个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那天我们刚好就下楼 就随便在一个楼底下 就录了一段 太带叫 有这么一个妈妈多有趣 是 但是严妮很长一段时间 是单亲妈妈 大家都知道 做单亲妈妈是很不容易的 特别是当女儿 到那个青春期的时候 其实她第一个反叛的 就是妈妈 对吧 我就发现这个 特别难处这种关系 而且都很敏感 容易受伤 一会儿崩溃了 赶紧安慰一下 说实话 我就在经历这个过程 这个我女儿也到这个十六七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时候的女孩子 就跟刺猬似的 就是你稍微哪一碰 刹那刺都扎出来的那种 你觉得那个时候 是不是当妈妈也有不容易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 比如说她像刺一样扎出来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还那样挺好的 现在这个小孩 他们可能都不想谈恋爱了 也不想炸刺了 你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这可能是更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还不如让她现在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就最起码她还有那样的激情 有那样的那种关系 她会用什么方式刺你一下 因为我毕竟要常年在外面拍戏 其实在这方面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 她爷爷奶奶这么多年 带着也帮助我 也一直特别好 有一天她跟我有一个谈话 她说我要陪着我爷爷奶奶 在一起住 她说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因为他们需要我 但是这个世界上 最懂我的人还是你 这句话绝对是什么都值了 孩子要能对你说一句话 这世界上最懂我的是你 那作为父母来说 这什么都值了是吧 太懂事了 她说我将来要找爱人的话 我也找一个最懂我的人 因为她说完这句话 我心里面一下子 我说这样的话 我也很感激她 所以我就觉得我女儿 其实她从很多方面 她也帮助我成长 并不是说我只帮助她 她比较理性 她跟我不一样 就是说我是 就是说有时候有点失控 比如说我要遇到什么情感 什么什么 我真的是勇往直前 一往无前 是这样的 但是我女儿 她们这个时代的人也不同 所以说我也经常去 跟她们去沟通 我才会去唱这样的歌 才也愿意去亲近她们 想知道她们在想什么吧 我觉得特别棒 真的特别棒 这身材 你原来其实不是那么瘦 对 然后好像这次下了很大的决心 你是怎么着了 把自己饿着了 还是锻炼 其实就是说 我还是想在电影上再走一走 我一直觉得 电影还是要带给人美感 所以我说我先试一试 在这种事的情况下 我说我首先还是想减一下肥 瘦了多少 差不多就二十斤 三十斤的左右 那你得对自己特别狠才行吧 其实也不是 就是说女性其实是不要太 有湿气或者有凉 吃凉的肯定不太好 你要特别有湿气也不好 假如要懂得这个的话 你再运动一下 不是 我就说你那个运动 是怎么个运动法 能不能稍微给我们传授一下 运动其实我也很简单 因为我跳健身操 对 其实你每天二十分钟 哪怕你做一个 你就做一个胸 是吧 我忘了掌了 我忘了掌了 不是 你这样 你这样 咱们虽然今天这鞋有点不太合适 对对对 你站起来 站起来 教我们几个动作 我也没喜欢动作 对对对 好 好 我想在跑车里 想要一辆发拉链 想要钱让明明 一切了一切都得靠你自己 我看我快乐的点着 我说哈利路亚 爸爸妈妈我会换了换了 像多红花 才发现错到了老婆 原来的我就是老三 对 好 好 好 现在这个富洋已经在做饭了 我们现在去吃饭 香了 走 这边请 来 补一补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生活大考验 要为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人做一道菜 你想先炒啥就炒啥 听你的 你的意思是蛋是放进去的 相信我 不要 不要热了 才能发 我们时常都这么做 今天我学了一门心机 我学的都成浆糊了 改下去 行了 还挺香 有蒜头 太好吃了 不吃大蒜 不懂爱情 吃吧 不知道是哪个人 热气腾腾的生活 你好生活家 富洋 我们已经是急不可待 就看你这香气四溢 这受不了 这诱惑 我也都准备好了 陈妮姐刚才听到您的这个介绍有花园 所以今天定制了一个花园 这是花园 太别适合你 这里边有藕 也适合你 文艺七海花 知道你喜欢吃藕 但今天给你做了一个藕袋 不饿了 韭菜花能吃吗 韭菜花就是装饰 也可以尝一点 来 初飞姐 谢谢 青色的 好吃 紫苏叶 好的 太棒了 这个是酸辣偶尖 我们的生活馆不错吧 先吃着 然后陈欢有一道菜要给你们上来 陈欢下一道菜是啥 这道菜是大菜 而且有好多人垂涎欲滴而不得 今天我们要把这道大菜呈现在各位姐姐的面前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坐着他们站着 我吃着你们看着 我们这一节目特别那个女尊男卑 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但她特别有服务精神 这是真正的真正的先生 真正的绅士就是这样的 大管家和大厨为你们服务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 大管家可以吃点 谢谢大厨 你都很太好 好善良 这个面咱们吃锅条的 所以今天就是我坐着 然后您尝着 这也太多了 什么叫锅条 多条就直接从锅里挑出来 做多条 真少一点 我们吃不了那么多 所以我就给大家就强一点 好的 您这一点也太多了 就这一点 啊 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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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你选面 选面 哎呀 这个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 太美了 呀 吃起来更美 色香味 色香味俱全 而且多么的清爽 这是一碗黑毛猪的炸酱面 黑毛猪 我喜欢 这个得拌吧 是吧 要都拌上吗 对拌一下 这个得拌一下 暴露你是上海人了吧 没有 但是我是特别爱吃炸酱面的 有蒜头吗 有黄蜡蜡 来一个 要吗 真要吗 炸酱面没有蒜 等于没吃饭 真的吗 真的 哪有这么讲究 不吃大蒜不懂爱情 吃吧 有人冷冷的说了一个什么 不吃大蒜不懂爱情 这日子出处是什么 出处是他们说我的 周老编说的 酱真好吃 对 富洋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酱怎么来的 这个酱是咱们第一碗黑毛猪的炸酱面 来吧 回来第一碗 第一碗就因为没人这么做过 咱们就是第一碗了 对 那么这酱也是特别给 蓝姐的生活馆定制的一款 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任意 去可以拌面的 也可以用菜蘸酱的 有麦的 还可以炒饭的 我请富洋给我们生活馆 定制了五种口味的酱 就叫生活酱 当然我们的拿过酱 各种口味都有 今天只能给大家品尝这个一种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生活大考验 要为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人做一道菜 赶紧想一想 可以从我们冰箱里任意挑选食材 他们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看看他们会选什么样的菜 底下都是肉菜 是冰冻的 做不了 你怎么呢 鸡蛋 西红柿 好 我们俩西红柿炒鸡蛋 就是运势简单的能做得好才特别不容易 对 我喜欢作家 我也是 关键我刚才的这个题目是要为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人做一道菜 难道你们俩心目中最重要的人都是爱吃西红柿炒鸡蛋吗 我心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我 我真喜欢吃鸡蛋 因为不是我别的不会做就会做这个 蛋要打得好 西红柿要切得好 我胡切的 来了 不 先炒蛋吧 不对 先炒西红柿 先炒蛋 炒西红柿都行 都行 咱们有俩锅 你想先炒啥就炒啥 听你的 我们这个生活馆有这么多人来捣乱 真的是太开心了 你那油太多了 不多 没油不好吃 一定要有油 脸 好看看 还拍戏呢 脸特重要 稍微炒繁锅 拿啥匆 来 悟 Ven 拿洗our 我来 你这个有油已经很热了 我先跟你们量量 好 来 澆过了 mache Harvard 涵过来 来了 原型满 来了 好 来喽 这个枪棒 非常好 热气腾腾的生活 你好生活家 然后呢 他的意思先把它捞出来再炒他的鸡蛋 也可以 那捞了 你的意思是蛋是放进去的 蛋和西红柿是好朋友 谁说的得另外炒蛋 不是现在放是要单独炒 对 人家本来就是先炒蛋 你自己非要先炒西红柿 都听你的 发烧了分歧 你看这个锅都没法洗了 我来洗 我来洗 不用洗 我来洗 我刚刚西红柿炒蛋最好的一点 就不用洗过 这个蛋直接放进去 对 不要放油了 直接放进去 刚才油够多了 这锅要热了才能放 热的 锅一直热 这个鸡蛋其实做的特别有营养 西餐里面做早餐的Omelet 就是鸡蛋卷就是这么做的 对 没错 是 但难道前面 干活 这也太早了 你得可能熟一点 相信我 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 就这么做 应该把蛋稍微炒一下 煎炒蛋 是不是 我们时常都这么做 时常 你把我那西红柿给我切小一点 我刚切大了 你过去 你过去 这么小一点 赶紧来采访一下 傅杨 你现在的感受是 今天我学的一门新技术 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我都觉得都成浆糊了 我告诉你 这不够 就这个卤子拌大米饭 真香 这正好 鸡蛋 挺火 还挺香 来 我给你尝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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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没有那么好吃 有 真的好吃了 一点 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吃这样炭鸡蛋的 真不好 我觉得主要是杨杨选的食材好 对 我刚才就说 我终于吃出了这个番茄 和这个鸡蛋都是不错 是的 食材一定要好 被糟蹋成这样 还能这么好吃 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你这样可伤出根了 蛋是好蛋 番茄是好番茄 我亲自来尝一尝 来 美人是好美人 更主要的有一个好手艺 我特别喜欢你 我也是姐姐 你特别会聊天 你特别会聊天 我的妈 特别会聊天 傅老师给多少分 100分你给多少分 100分 你一定要对得起自己大厨的名号 知道了 不用说了 这道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一定是及格了 60分是及格 他们60.5分 我觉得应该得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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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宽宏大 我觉得杨阳你火不了了 我以为人家说这100分是100分 你给我打了200分呢 从食客的角度 我打99分 你一定会火 全会火 我是真诚的 好好说 克兰说她心目中最重要的人就是自己 她得先把自己给搞定了 所以她就给自己做点这个 严妮 你刚才说为心目中最重要的人想的是谁 不知道是哪一个人 好几个 你不要这样的很羞涩的眼睛呼闪呼闪的 这是我的春天 眼百合也有春天 真的吗 是 她很爱吃西红尔炒鸡蛋吗 但是她并不爱吃西红尔炒鸡蛋 她并不爱吃西红尔炒鸡蛋 就做一个我们看着 做出来还色香味比较好的 能拿得出手的 这还叫拿得出手 怎么了 然后 还实用的 然后还可以 还不会吃死人 对 餐餐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我必须说 西红柿炒鸡蛋 是我一辈子吃了都不烦的事 对 对不对 从小时候吃食堂什么的 对 但是你不觉得吗 成天比如说在学校 还有进剧组 西红柿炒鸡蛋是最常见的菜 是吧 但是你没有吃饭过吗 从来没 因为西红柿我们先原来叫羊狮子 羊的狮子 所以它永远都是羊气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所以它一定是会走在时代的前沿 向前 那个那我们吃完了呢 我觉得现在就去喝杯茶 好吧 这样消消食好不好 好 来 有请 咱们一边品着茶 这个心思也就安定下来了 然后呢 其实也想特别聊一聊 大家除了拍戏之外的一些生活 其实上一次我跟柯兰 包括这个邱薇 我们一起在做的一个活动 就是做了一个打工子弟的 少年戏剧社的纪录片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柯兰出资来拍的 这样一个工艺的纪录片 然后很多朋友都纷纷来 当这个工艺放映员 就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柯兰跟孩子们在一起 这个是柯兰去阳光少年艺术团 看这些正在演戏的小孩 他们正在演什么 皇帝的新衣 还是威尼斯商人是吧 这个是皇帝的新衣 这是皇帝吗 对吧 对 这些孩子可投入了 孩子们就在那儿 有一个生活馆 生活馆是他们基金会自助的 然后孩子们就在那儿 就是写作业 然后学一点 然后其实就是玩 但你玩的时候 给他们教戏剧 特别牛 威尼斯商人 他们已经三天都过了 这威尼斯商人 天保演的是厨人 对 其实好多这些打工子弟 慢慢地到了一定的年龄 他也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对 这一段就是天保 他是 林离开北京的时候 后来他又回来了 他们都在北京演出 他们现在生活在北京 但其中有一些小伙伴 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中学不能在北京上 克兰 克兰那个时候 跟这些孩子也都有交流 就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有很多是正面的 有很多负面的 就毕竟做这些事情 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包括他们的家长等等等等 有的时候就会问自己说 就因为这些物件 你就不做了吗 但是像我这样二的人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 我更要坚定 我要做些什么 我希望我只是做一个记录者 让这些孩子们 通过美学教育之后 真的是有很大的转变 而且我的确也看到了 这些转变 就这些孩子的生活状况 其实还是有 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比如说 他可能现在进城是打工子弟 他的父母们可能是卖菜的 送快递的 其实陪伴孩子的时间都特别少 他们就被称为是流动儿童 而且在一个新的地方 也没有朋友 也没有自己熟悉的环境 其实挺缺少安全感的 但是在戏剧社的 这样一个快乐的环境当中 他们能够交到真心的朋友 而且能够凭借自己的想象力 今天我做了国王 其实他们的想象力 得到很大的发挥 但是有的时候 让我们也觉得很伤感 过一段时间 他们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从流动儿童 又要变成留守儿童了 所以如果能够让他们的生活 有更多美好的东西 他们可以寄托自己的爱和情感 还能够表达自己的话 我觉得会对他们的这个一生 都产生很好的影响 包括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 说到的史天宝 这个源头源脑的 特别可爱的这小男孩 然后他也有一段话 要跟柯兰说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 柯兰阿姨 你好 我是天宝 她越来越棒了 我和保老妈妈一直都在北京 开学的时候就要上六年级了 我还在生活馆学习戏剧 戏剧班又出了一部新的戏 名字叫做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 我在戏中演的角色是农庄主 我要感谢柯兰阿姨和杨婷阿姨 给我们一个锻炼的机会 祝阿姨们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漂亮 这谁叫你 我想能早点见到阿姨 阿姨再见 其实天宝能留在北京 也是他们基金会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因为拍了这个纪录片 他妈妈决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成为留守儿童 陪着孩子回到老家 然后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又回到了北京 就是他们就知道 这也是特别大的改变 对父母陪伴的重要性 对 好多爸妈妈 都是跟孩子一起在成长的 包括我在看到 有一个务工人员 她是一个妈妈 然后她就追着自己的女儿说 我要跟你谈谈心 对 你一定要跟我说说 你心里的想法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一定要跟妈妈说什么的 所以你就看 其实加强他们的母子之间 父子之间的这种情感的交流 也特别好 而且最好的教育 真的就是深教 所以我觉得这些改变是 就是父母动起来 孩子就会动起来 比你告诉他 这个要更重要 我也是看很多片子吧 我也不能看到 小孩和老人手上的 这些很多的视频 我都是不敢打开的 所以是因为我也知道 每天差不多有 一千三百七十多个老人 要走失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原来有一个老人 他每天要算几道算数题 他是因为他不想让他自己变老痴呆 老年痴呆 如果他也能跟那个年轻人一样 他学着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老人走势 他会在这个时间内推送给你 你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走着试着 去走那么一段去找 你走了这一段呢 可能这个路线里就有了 下一个人就从另外一段再走 他就不会去走那种无用的 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就是 给我带吧 有许哪天我走丢了 对对对 就像你这种就是一开始 容易走丢的 就是刚刚开始有点 有点犯迷糊的那种的人 谁犯迷糊的 我已经犯迷糊了 就犯迷糊的那种人 现在就可以就带上他 陈焕 我们的生活馆就靠你了 对啊 我会把你找回来的 我得出去溜达溜达 对 这个呢就是比较严重的人 这个给你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 你好 生活家 你好 卡萨蒂 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品牌 卡萨蒂冠名 对 这个呢就是比较严重的人 这个给你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 严重的 严重的对 怎么我这么严重呢 就是假如说你比较严重的 我假如知道吧 然后你帮我弄上 我帮你弄上吧 对 你摘都摘不了 然后你假如说你的监护人他就能看到你在哪 对 问题是他的监护人也迷糊了怎么办 不会的 他的亲人一定会关怀他的 对 没事 这个我告诉你 像我们这样的人 你想迷糊不容易 因为老是脑力思考的人并不容易迷糊 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去 难怪打麻将又好 弹钢琴又好 就多用脑子 这是好事 我告诉你 这个我看到过一个调查 多和朋友在一起的人不容易得 这个爱子还摸症 我得对你们好点 真的 你一定要对我们好一点 我这个是一个秀版的一个红楼梦 然后我送这个是 一说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 他说女人只有两种 一种看红楼梦的 一种打麻将 我在想 我对这句话的解读就是说 其实女人 尤其是在成年之后 还是要有一点务须 其实务须才会让人内心丰富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 所有的人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都是可以读一读《红楼梦》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本书的话 我希望是《红楼梦》 我特别想说 其实看《红楼梦》才是务实 每一个对照 所有的人性都在里面 对 但它又是一个 就是你可以跟着它成长 因为我从五岁开始看 它估计也是 六岁 我论了 真的吗 你六岁就识这么多字 我开始看的是小人书 然后我觉得每个阶段 在看《红楼梦》的时候 你都会对应你自己 而且今天特别巧 就是07年的时候 我写过一个景观剧《红楼梦》 演年时候来演我们的宝钗 宝钗在这儿呢 宝姐姐 对 金玉良缘 你还挺像的 那一次的景观剧 邱威是编剧和监制 在上海的大体育馆里边演的吗 对 当时还是一个文化的事件 对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邱威依然爱着《红楼梦》 而且我觉得会一直爱下去的 所以这个绘本也是很有价值的 对 这个绘本是送给我们生活馆的 但是你旁边的那个人垂涎欲滴 刚才一直想据为己有 你只有再送给他一本才行 我同意了 我也同意了 太棒了 旁边还有一些什么礼物 我看看 我还有分礼物 那个丁温是我很好的朋友 所以这个是他出的黑椒唱片 我特别希望他的音乐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的共鸣 所以这个送给大家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们也要去把这个 对 我们也去 找一个长篇机 我告诉你 不会 而且长得太漂亮了 我觉得今天听到蓝姐说的人生的五位 我觉得就像我厨艺一样 其实我们需要 我的厨艺需要这五位 人生也需要走到这五位 艺术生活源自卡萨迪 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品牌卡萨迪冠名 然后我这儿呢 也有礼物送给大家 是我们基金会的小朋友们 他们做的画 他们这个题目就叫爱是什么 每一个孩子都有对爱的不同的表达 比如他们有的会画 在那个生病的时候 妈妈把自己抱在怀里的感觉 有的会说这个回到老家的时候 看到了老家的一棵树 还没有被罚倒 他们都觉得那是爱的含义所在 所以今天把他们的画送给大家 作为一个礼物 哇 那个真棒 记得2017年 今日来了生活馆 但是你必须要经历那个过不去 你才能过去 我只想往前走 穿过喜怒哀乐 穿过爱恨情仇 穿过一切 去看看大海上的春天 和那盛开的花 吃得好 睡得香 似美 我是在感性当中 我有一个眼睛一直在看自己 任何事情都是有正面的和反面的 我们都是正面的 吃苦耐劳 自由自在 以降人之心烹制食物 以这爱作为我的创意之源 今天做客我们生活馆的是一对超级闺蜜 刘涛 秦海露 生活不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吗 欢迎你来我们家吃吧 一个是可美可酥的生活使用派 一个是可蒙可言的创意随心 欢迎登陆优酷腾讯视频 爱奇艺蓝天下中国蓝TV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 登陆微博 关注你好生活家 观看节目精彩 短视频欢迎登陆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中国日报网360娱乐 新浪新闻客户端 新浪微博等平台 获取更多节目信息 生活背后的情趣与故事